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个角色杨彩玉呢也被冠以资源咖的名号怎么也摘不掉 聊杨彩玉呢就不得不先聊一聊她大30岁的老公 陈金飞 陈金飞出生在60年代初 早年间呢是邮电部门的工人 后下海经商 80年代中期呢陈金飞和朋友合伙做纺织品出口 决到了起家的第一桶金 随后呢她又成立了一家装饰公司 为以后进军房地产行业呢打好了前站 90年代初海南房地产呢出现爆发式增长 陈金飞呢果断投身其中 并在泡沫破碎前呢抽身 累积了亿万家产 也是在这次生意成功后呢 陈金飞去了一趟湖北武汉 看望了老朋友刘晓丽 并认了他的女儿安凤呢做干女儿 安凤呢就是刘亦菲的本名 而此时呢杨彩玉刚刚降生 还不知道自己呢会和一个叫陈金飞的男人纠缠不亲 陈金飞呢从房地产上发家后 又回到了北京创建了一家印燃厂 后多次呢进行股份制改造成了北京最大的私营企业之一 到了2000年左右 陈金飞的通产集团总资产呢 已经累积达26亿元人民币 其集团业务呢涉及到了金融投资房地产开发 餐饮国际贸易等多个领域 前几年之初呢陈金飞还登上了福布斯富豪排行榜 位列第17位实力审厚 而此时的安凤呢正跟着母亲刘晓丽 在美国的继父家里生活 刘晓丽在安凤八岁时呢 便跟安凤的父亲离婚 带着女儿去了美国生活 到了美国之后 有貌不俗的刘晓丽改嫁给了一位华人律师 并将安凤的名字改为了刘倩梅子 小明倩倩 陈金飞呢发达后 时不时就去美国出差 和刘晓丽也一直联系不断 终于呢见到了15岁的刘倩梅子 惊为天人 非要带她回国内发展 在陈金飞的帮助下 刘晓丽和二婚律师老公离婚 带着刘倩梅子回到了国内 为了给小姑娘镀金 陈金飞呢 亲自办理手续 让刘倩梅子以美籍华人的身份 考上了北电 还改名为刘亦飞 为了捧红刘亦飞 陈金飞在她身上砸钱 砸资源 砸人脉 无微不至 尽心尽力 就连她公司开发的房产呢 也被命名为金飞公寓 还用刘亦飞的巨幅照片 做宣传照 成了北京市的一角 也是因为这个巨幅照片 刘亦飞呢 被导演 由建民看重 进入了金粉世家剧组 成了咽压董结的白秀珠 随后呢 刘亦飞又饰演了 王雨嫣 小龙女 赵林昂 无一不是仙女级的人物 为了让刘亦飞 好好的发展呢 陈金飞还专门呢 成立了影视公司 只为刘亦飞一个人服务 刘亦飞18岁成人那年呢 陈金飞赤资呢 几百万人民币 请了大半个娱乐圈的名人 为刘亦飞举办了 18的成立 而这个曾经是 刘亦飞如珠如宝的男人 后来呢 却被一个叫杨彩玉的女人 收服了 相比刘亦飞的父母离异 居无定所 频繁改名来说 杨彩玉的人生呢 是幸福的 同样呢 出生在武汉 杨彩玉家庭优越 父母疼爱 从小呢 学拉丁舞 唱歌 钢琴主持等 还曾连续跳级 绝对是老师眼中的 学霸级人物 小学的时候呢 杨彩玉就在父母的安排下 多次参加美国十大名校的夏令营 定下了出国念书的目标 在此期间呢 杨彩玉多向发展 做过主持人 演唱过 哪吒传奇片尾曲 少年英雄 小哪吒 成了90后 记忆中最经典的二哥 杨彩玉和刘亦飞呢 虽然只相差了五岁 但却仿佛呢 是相差了一个人生 刘亦飞呢 自15岁出道短短几年就打下了自己的江山 而杨彩玉呢 却一直在读书学习积极向上 两人呢 仿佛差了一代人的距离 但时间的差距却并未影响两人的缘分 后来呢 为了同一个男人而烦恼 2011年 刘亦飞呢 已经连续七年 跻身福布斯中国棉榜前列 杨彩玉呢 依旧在读书 这一年杨彩玉呢 接到了美国五所传媒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但他却全部放弃 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学表演 虽然出道完 但因为天生力智 2012年 杨彩玉呢 一出道以女主角的身份 演了一部微电影 不过呢 杨彩玉出道时 娱乐圈的资本阵营呢 已经全部的形成 若是没有帮派 一个小演员呢 很难成气候 即使你是科班出身 即使你长得很漂亮 没有关系和人脉 在这个圈子依旧寸步难行 在2013年到2016年间 杨彩玉呢 一直在寻找机会 但也仅仅出演了青春守则 1980年代的爱情 和夏天19岁的肖像三部戏 一年连一部戏都平均不到 还有两部适配角 一点特色都没有 让杨彩玉呢 十分的灰心 就在杨彩玉闷闷不乐时 她的人生转机呢 也来到了眼前 2015年 刘亦菲和宋陈县 合作了电影《第三种爱情》 两人呢 从此结缘 并暗生情愫 陈青飞呢 颇为不爽 生怕肝鸟儿受骗 但女大不由爹 刘亦菲呢 最已不是当初的 15岁的小女孩了 戏外呢 刘亦菲和宋陈县 你农我农 压根无心事业 一部刘神呢 很多资源就落到了 杨彩玉的手中 等刘亦菲回过神时 干爹呢 早已另有新头行 陈青飞呢 出生在特殊的年代 对有年代感的美女 尤其感兴趣 杨彩玉呢 正是这一类型 起初呢 杨彩玉会晒一晒 和陈青飞加狗子的合影 后来 两人的一起交际的照片 又被曝光 关系仿佛呼之欲出 2017年 杨彩玉呢 成为冯女郎 出演了冯小刚 《帮话》中的林丁丁 开始呢 走入大众的视线 不久后呢 一组 陈青飞拥吻杨彩玉的视频 便被曝光 两人的关系 也被摆上了台面 从视频中呢 可以看出 陈青飞呢 仿佛喝了酒 有点醉醺醺醺的 一直呢 不停地在亲吻杨彩玉 杨彩玉呢 虽然面带笑容 但身体呢 明显有些抗拒 却又不得不屈从 一个55岁的老男人 和一个25岁的年轻姑娘 相拥亲吻的画面 引发了全网的热议 新闻舆论不断发酵 几天后呢 杨彩玉和陈金飞 书面承认在交往 坐实了两人的关系 自此之后 刘亦菲的资源 急速减少 杨彩玉的人生的风生水起 2017年底 原本呢 属于刘亦菲的 迪奥代言人资源 落到了杨彩玉的手中 2018年初 原本属于刘亦菲的 美国大片 重力反转 也让杨彩玉呢 做了女主 2009年 杨彩玉呢 因为只有云之道 而爆红 背后依旧有 陈金飞的身影 庄庄渐渐 往事一幕幕 没有了干爹 陈金飞的支持 刘亦菲呢 也成了小可怜 杨彩玉呢 则成了最大受益者 有业内人透露 有刘亦菲的死对头 在不停的发通稿 说刘亦菲呢 是刘包子 肥仙等 其背后呢 颇有你死我活之态势 现今杨彩玉 扶摇纸上 不但主演了 瞄准大江大河二 后续呢 还有不少的立作播出 势必呢 会出现刷屏之态 所以呢 再看看娱乐圈的 紫园咖们 哪个背后 没有几个呼风唤雨的大佬呢 最近呢 由杨彩玉饰演的梁思生 一直都是大众热议的话题 颇有点黑红黑红的意思 有网友说 杨彩玉眼神无光 表情呆滞 缺乏为表情 并没有赋予这个人物 以灵魂 可惜了一个好角色 其实呢 仔细观察一下 杨彩玉的演技 也并非一无是处 他有多年国外生活的经验 在剧中呢 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 算是加分项 但是呢 在演技上 他还是缺乏经验 在一些戏份的处理上呢 有些生硬和刻意 才让观众呢 有一种漂浮感 不接地气 既然呢 嫁给了大30岁的富豪老公 怎么也得争取点福利 才不算亏 所以咯 资源咖就资源咖吧 总比没有强 娱乐圈呢 是个圈 20年一轮回 刘晓丽 刘亦菲 杨彩玉 大戏一场接一场 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 轮番上演 好了 今天把表姐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明天见